云南一直是暑假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云南的各种野生菌也很有名 这个暑假很多游客到苍山尔海 不仅是肖下避暑 还能够体验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那就是采摘野生菌 七月的大理 雨后山林间的野生菌菇开始大量生长 来大理采菌子 悄然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游客们在当地向导的组织下走进山林 寻找菌子的身影 沉浸是享受山林野趣 更享受跟自然亲近的方式 比如说徒步呀 然后采蘑菇呀 或者是还有啥 就听听鸟叫呀 听听蟲鸣啊 然后感受一下威风呀 就这种就很喜欢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七月以来 云南省内采菌相关搜索量 同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我们会尽量采食能吃的蘑菇 像有毒的和不能吃的蘑菇 我们就会只采集一点 比如标本或者讲解认识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 又分为可食用和不可食用 游客们自己采摘的野生菌 并不会拿来食用 但是组织方会安排大家 在旅行过程中 吃上一顿美味的野生菌火锅 安全采摘 安全食用 趣味科普 从六月初开始 长达五个月的采菌周期 为大理采菌游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力条件 越来越多的游客 选择用这种方式 感受大理的慢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